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是中國的頭號粉絲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最近捲入了 頗受爭議的自由黨籌款活動 為了募捐政治基金 他不惜大排當地中國商人的馬屁 顯然只要花上加幣1525 就可以得到與總理談天的入場券 在5月19日杜魯多參加了在多倫多 由華商會會長班森王舉辦的募款餐會 與會者上游正在尋求加拿大政府 批准建立一家新銀行的保險業大亨 全身零 在餐會之後的幾個禮拜 另一位與會者中國一萬富翁張斌 與他的工作夥伴 捐了100萬加幣給老杜魯多基金會 跟蒙特樓大學法學院 在11月7號 杜魯多又於尊降貴 參加了溫哥華一個類似的中國商人募款活動 杜魯多和自由黨政府為了籌款 而向這些與北京關係平密的商人靠攏 忘記了中國政府故事人權的事實 加拿大一向重視的自由主義精神被標價拍賣了嗎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